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老板他可能会知道说 他可能会先思考 那2009年第三季表现比较不好 那是哪一个 他就要询问了 那是哪一个产品 哪一个产品 好 接下来呢 他可能要知道说 哪一个产品知道了 是笔记型电脑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那是哪一个业务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如果你可以用圆形图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 环圈图来去表示 我们先暂时放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环圈图 例如说以各项业务人员 所以我把业务打勾 然后接下来转向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六个人 好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去看这六个人的表现 很明显的一个差别性 能不能很直观的看出来 首先因为六个人嘛 所以可以画一条线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人的表现 是不是比右边那三个来得好 对哦 至少第一件事情你可以区分 再接下来呢 再接下来 你大概会知道说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去做一个划分 那在这里呢 可能又以菜头表现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差不多啦 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三个比例来说 菜头摇摇好像跟英文英雄 应该差不多 好了 那我们现在重点是要看什么呢 重点是去看这个2008年第三季 跟2009年第三季 有看到 看到谁比较大 例如说2008年第三季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的表现 以这三个 因为我们不要去看 每一个都看 你可能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我们先锁定个目标 例如说这三个人 瑶瑶 菜头 英雄 或者是我们先看菜头 菜头 当我点选2009年第三季的时候 应该知道 应该看得出来 2008年的表现还不错 对不对 然后点到2009年第三季的时候 发现他的表现比较差 可以吗 好 那当然相对我们也去看一下瑶瑶 瑶瑶2008年的表现 假设是2% 然后接下来呢 2009年第三季的表现 我觉得差不多 这叫差不多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英雄 英雄 他在这个地方的表现 应该是在三者之中 最差的 2009年第三季 然后2008年第三季 是英雄是这样子 那2009年第三季呢 好像他也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2009年的第三季 所以主要的一个差异 是不是落在菜头 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有了这张图表之后 当你今天去透过一些基本的点击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掌握到一些事实 去做一些说明 说明什么呢 以在这张图里面 以在现有的这些图 报表里面 我们可以去说明说 公司业绩 是有逐年下滑的趋势 尤其2009年的第三季表现最不好 那其中可能又以谁的表现比较差 哪一个产品表现比较不好 应该是笔记型电脑有业绩下滑 那又以其中菜头的表现 跟2008年来做比较的话 他是有大幅下滑 我现在是不是都把问题点都点出来了 那请问你在管理的角度 老板会怎么去做 一定会做出一个决策吧 决策是你做还是老板做 一定是老板做啊 好了 那如果 如果董先生你现在是老板 你发现那个菜头表现不好 你会叫他怎么样 加油 这也是一个决策 听得懂我的意思 你要记住就是说 你现在就大处去分析的目标 是要方便老板来去做决策 你以前不管怎么样 你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报表 对吧 这是以下大家都会做的 然后接下来呢 你一定会很好心的整理起来 整理变成比如说个月份的表现 好后来 后来我们是不是要整理变成这样子一个统计图 一张不够 我们现在做的是很多张 让老板可以分别去点一点 或者是你去做报告的时候 让老板看到这个统计图表 然后接下来 老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就说 那他业绩有下滑 是不是我们多加一点什么 教育训练进去 然后让他在笔记型电脑 在这个地方能够拉回来 OK 所以这就是 我要告诉各位大数据分析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好 请你们现在再动手做一下这个业务人员的表现 好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这张报表 这张报表 你是不是要快速点凉一下另一个适当的名称 好 例如说 这应该是针对那个2009年 就是 销售 销售业绩 统计 仪表版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因为重点是我们当时比2009年 因为2010年不足一整年 所以我们几乎应该是在2010年年初的时候 我要去做出2009年的一个比较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这个报告说 我们公司的一个销售的表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2009年这是第一个关键值 第二个 销售统计 销售统计 好 我这边有放出来 这是以销售来去算 好 所以没问题 再接下来最后是不是有一个仪表版 这就是仪表版 好 所以我这边至少放了三个关键字 请你们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因为到时候我们发布出去的一个统计图 我还要希望你们 假设我们今天是以计算那个疾病比好 你还必须要分别显示那个疾病的名称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让别人看不懂 你到底要绣的图是什么 好 所以记住至少二到三个关键字 要放在这个地方 好 那就请你们把 这应该叫做第一张仪表版的一个名称 制定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看不稳说 看不稳说 看不稳说